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魔法被当作是神的事物 总之 这是一个以使用魔法的优劣 来决定地位的世界 在如此这般的世界树林深处 一个身材壮硕的少年正在沉联 后怀念老郭还要腹肌的时候 从来不喝酒 我也不抽烟 练完吃奶油 我快乐似身仙 没有什么比训练完 再来一个奶油泡芙更好的了 这初位鱼鸟与花香的 秘临庄的小破房子 就是我的家了 老修名为雷古洛班迪德 是一名与儿子两人一起生活的 既潇洒又高贵的 糟了糟了 到了我这个岁数 对大部分事都不会感到烦 为何要这样说呢 这当然是积累起来的经验 告诉我该如何去应对亚人 啊 我擦 那个逆子 老弟 我回来了 为什么要把门整个弄坏 才进来啊 儿子 搞不懂是推门禁还是拉门禁 总之先要有个法子嘛 啊 从结果来看就是把门弄坏了 老爹 对不起 我会休的 啊 没事 既然已经反省了 就算了吧 话说这都多少次了呀 儿子 住手啊 逆子 放行囊反了呀 我才别再继续了呀 啊 爹 你说啥 老爹 对不起 啊 算了 就那么地吧 还成是直率 且毫无恶意啊 儿子 比起那个 今天的训练目标都做完了嘛 当了个人 但是我很在意 为什么都是在练肌肉啊 嗯 呃 那个 因为你跟一般人不同啊 你与他们不一样 完全不能使用魔法 所以至少 儿子 哎呀 这不也挺好的嘛 组织以后再说吧 哦 好吧 话说回来 你爹我要稍微出门一趟呢 虽然说过很多遍了 老爹我不在的时候 别给我上街到处晃悠啊 嗯 我不会去的 我超乖的 嗯 这就对了 马修你是个直率的好孩子 那么我去去就回 走好 不您呢 哥布林奶油泡芙 特别菜单 仅限今日 要买就来哦 啊 抱歉了老爹 为了重要的东西 总是要有点牺牲的嘛 哎呀 真是久违了呢 用棒子烙饼的大叔 用棒子调酒的小火 用棒子擦鞋的小崽子 哎 一如既往倒是些用手能做的事情啊 老板 这给我来七个限定胖夫 好嘞 这就给您拿去啊 给您钱 呃 一定是刚刚太激动 把硬币握弯了 呃 这 不好意思 马上修好 说完 马修从呆若木级的电源手里 拿回了硬币 并轻轻一掰 哎 这样就好了 麻烦您了 哦 我靠 好可怕 太假了吧 大爷 您久等了 谢谢老板 就在马修转身准备离去的时候 不知道从哪儿挂了一阵妖风 竟然把马修的刀帽吹掉了 渐渐的 人群开始骚动起来 周围的人也开始焦头接耳地 异论开来 这 这位客人 你该不会是 警察局内 一个吊儿郎当的中年男子 正悠闲地 一边抽着滑子 一边看着小豹 今年的神学者 是伊斯顿魔法学院二年级的雷安艾姆斯 每年表现最为优秀的学生 将被授予这个称号 得到后就能升格至贵族阶级 并能得到十亿的助学金 不见如此 还能对国家有更大的贡献 身子好啊 这些有才能的家伙 相比之下 老夫就 只能过着这无趣的人生啊 把我出去 男子身后的牢笼里 被揍得奄奄一息的犯人 挣扎着发出悲鸣 求求你 求求你饶了我吧 我只是偷了一点东西而已啊 你一眼逗我呢吧 用这种屎一样的罪案 来增加老子的工作量 为了让你以后 别再给老子找麻烦事 不让你后悔 透彻怎么能行啊 说吧 男子牵面手中的烟闭 去接电话 喂 啥事啊 现在正忙着呢 你说什么 大街上有个没印记的小孩 镜头切回正逛打开的马修这边 心大的马修 只是觉得周围 从刚开始就好丑 不过也算值了 毕竟吃到 胳膊里奶油泡芙了嘛 马修大口大口的 吃着奶油泡芙 完全顾不上周围的环境 嗯 好好吃啊 突然一个晃晃悠悠的黑影 撞上了马修 哎呀 不好意思 喂喂喂 你对知心中的老子做啥呢 这名手持福德家满身酒气的胖警察 对自己被撞很不满 况且还被蹭了一身的奶油 老子 可是专门保护你们这些一般人的魔法警察大人呀 你把一点感激之心都没有啊 当个社畜明明只能领到这么一点点薪水 干脆就用你小子 来发现压力如何呀 面对警察的喋喋不休 马修想了想说道 我这还有奶油泡芙 你要不要吃一口 总觉得你还蛮可怜的样子 卧槽 被同情了 嘿他们吃 再小 小看我吧 你这混蛋小鬼 警察一把打飞了 马修手里还没吃完的泡芙 恶狠狠的说道 你是想跟我赶架吗 这个等于跟这个国家机关作对哦 懂 再说了 我这被弄脏的衣服 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还没等警察说完 却见马修一只手已经伸了关 把这警察的店间一把 将他的制服撕成了两半 马修抓着扯烂的半边衣服 认真地说道 哎呀 真的抱歉 这衣服我会洗干净再还给您的 胖警察背着一车瞬间行救 衣服现在整个没了呀 这都是你的错 怎么了特里 就在二人争吵时 又一个人走了过来 敢巧不巧的 来的正是那名中年警官 布拉德克尔曼 别因为这些无聊的小事 就在这吵个不停啊 话还没说完 布拉德就发现 眼前这个小鬼 不就是通报里 那个没有印记的小鬼吗 这呆子 这个情话下还在吃奶油泡芙 还没等众人晃过山来 老爹瞬间冲出来扛起马修就跑 我家傻儿子给大家添麻烦了 说着竟一溜烟的跑掉了 稍微有点麻烦 但这不就是我出人头地的好机会吗 想到这里 克尔曼阴险的笑了 不要 不要 不要擅自跑到街上去啊 这话我重复给你强调了多少遍了呀 老爹 真的很对不起 我不会再擅自跑出去了 哎呀 看起来超消沉的 而且也在反省了呀 真是没办法再继续发火了呢 哎 算了算了 就这样吧 以后记得要注意哦 姑且作为惩罚 今天早上做完的训练 再从头做一遍吧 那个还有这是老爹份的跑步 啊 非常感谢 哎呦 超老实的 一般这个年纪的孩子不都很冲动傻的吗 发生这种冲动时不都会顶嘴什么的吗 完全没有啊 这就贼老实啊 嗯 也是呢 那孩子也到了想外出的年纪了 虽然为了马修至今都要隐居山林 而且还被魔法警察那群家伙知晓了我们的存在 不赶紧想个办法的话 话还没说完 却见屋子的墙壁已经被人砸开了 闯进来的 自然是科尔曼呆队的一伙魔法警察 呦 老爷子 跑贼快呀 刚刚到那个小鬼那去了 麻烦了 看起来不能善了了呀 在森林里疯狂断练的马修 则对家里的变故浑然不知 还在疯狂的练着肌肉 这玩意认真起来坐五分钟就够了嘛 现在可以回去吃泡芙咯 泡是什么样的泡 奶油满满的泡 肤是什么样的肤 哥布林精致的肤 诶 究竟是推门还是拉门来着 算了 哪边都无所谓了 还没等马修打开门 却听见屋内传出了一阵超杂的争吵声 老爷子 你知道我们要来 却还是把它藏起来了吧 哼 那个小鬼 老爷子 你忘了有史以来这个世界是如何让魔法成圣持续下去的了 是多亏了将无法使用魔法的下剑血冬彻底排除才能做到的呀 只见克尔曼轻轻一条手中的魔杖 一个弓圈便死死的钳住了老爹的脖子 将他生生坠离了地面 这也是为了社会运转的必要牺牲嘛 再简单点说 就是没有那个权利呀 为人生存的权利呀 他 压根就不应该被生出来呀 我 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动的一声 老爹被克尔曼重重摔在地上 包庇无印记者 可是完完全全的犯罪哦 老爷子 马溜的把小鬼给我 我拒绝 还不等老爹说完 克尔曼再次挥动魔杖 给了老爹沉重的引记 给我说 我把好话说在前面 乖乖把那个小鬼交出来 你还有个活路 要不然 我绝对不会告诉你的 老爹瞬间回忆起了自己悲惨的痛 为什么连这种承诺的事都做不到呢 在那样的童年里 受到的就只有走马 不只是母亲 就连父亲也一样 喂 连这点事都做不好吗 真是没用 非常抱歉 从小老秀就是什么都做不到的人呢 别在这干了 你被吵了 即使变成了大人 也终究是失败的 真亏你这样还能活得下去啊 我要是你早就羞愧而死了呢 是啊 从未被他人视为必要的存在 也曾想过就这么把人生结束掉 但偏偏那个时候 我遇到了他 这 这孩子 怎么没有印记啊 你也跟我一样了 就在我紧紧将他抱起的时候 孩子的哭声竟然停了 他 朝我笑了 那时 是我自出生以来 第一次感觉到自己也有存在的必要 当时 我就暗暗许下誓言 即使他与我的血脉并不相连也好 哪怕我是被这个世界所否定的存在也罢 老修都要一直作为这个孩子的父亲而存在啊 马修 快跑 这个老东西 怎么看起来肯定就是在附近了 你们赶紧出去搜 跑啊 马修 离开这里 一定要给我传达到 闭嘴呀 死老头子 快跑 快跑啊 因为只有你 无论如何都要得救啊 对老修而言 你是唯一的 给我差不多点啊 老家伙 我会让你后悔的 动力 还没等科尔曼再下注手 马修已经带着一人破门而入 马修一瞥眼就看到旁边的胖警察 立刻气不打一出来 你小子居然敢对我 啊 我操 今天的第二件 马修越打越快 直到胖警察学乖了蹲坐在地上 这才罢手 为什么不逃走呀马修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嗯 就是我的一切呀 老爹 对不起 我总是这么认情 我现在 不要让你们全员下地狱 哈哈哈哈 你说这话可真有意思啊 连魔法都不会用 你倒是来试试看啊 一旁被打成猪头的胖警察 也终于壮着胆子站了起来 哼 这是愚蠢 布拉德先生一间可是在魔法局的警备队认知的 普通水平的魔法师连他的脚指他都够不到 更别提连魔力都没有的烈等人种了 要当他的对手 简直天方夜谭 一旁吟诵起魔法咒的克尔曼 看起来超严肃的 这要三秒钟 让我来了结这一切吧 认真起来的克尔曼 整个人的气场都变了 强大的魔力 在其背后几乎凝出了尸体 啊 这可是可以屠龙的魔法呀 真没想到有一天我也能亲眼看到 马尼马尼后去吧 只见一枚魔法弹急速地射向了马修 不操 一定是好女 一定是好女 这可是连龙都能打跑的魔法呀 马尔可怎么可能 看来有必要拿出点真本事了 台上老君叽叽如意令 这恐怖的魔法能量 把旁边的胖警察都快吓尿了 我太难了 此时的克尔曼已然上头 树莓秘法弹自魔杖射出 又指了这样的魔法连续剂 可不是谁都会的 然而马修这边已经面无表情地 用秘法弹玩起了排球 这逼 那秘法弹当排球打 坑爹的这是 好了 现在他已经开始玩上杂技了 你妈还在屋里踢起足球来了 还带球过人 漂亮的马赛回旋 好像有什么不对 这可是老爸的魔杖 什么等等 这小子不是不会魔法的吗 算了无所谓了 就算你会魔法在我的魔法防御面前 也休想伤到我分毫 可是马修去用手捏住了魔杖 做了个投掷的动作 发射 噔 克尔曼的防御罩 连半点阻碍作用都没起到 高速回处的魔杖贴着他的面颊 直挺挺地定在了他身后的墙上 哎呀 也不小心手滑了呢 魔杖带起的进风 竟割破了克尔曼的面颊 鲜血自伤口中慢慢躺了下 克尔曼也颓废地跌坐在地 他的世界观都崩塌了 噢操 活了这么久 还是第一次看见这么用魔杖的家伙呀 再敢对我家人出手的话 杀了你哦 然而一旁的老爹也是吓懵了 不不不 老朽只是为了让他能四位 才强迫他去锻炼肉体的呀 至于这样的吗 他还有头发呀 那个齐玉君 你坐下休息一下 一切都太晚了 即使暂时能把这群家伙赶出去 恐怕以后也 有意思 真有意思 来做个交易吧 蘑菇头小崽子 只要你听从我的委托 我就放过你和你老爹 怎么样啊 交易 什么交易 在这个宗教色彩强烈的国家里 每年都会选出一位最优秀的学生 作为神选之人 被大家所崇敬 他们被关于神觉者的称号 你要做的 就是进入魔法学院 只要被选为那个 就能证明神已经将你认同了 也就是说 整个社会都会认同你 就是这么简单而不走 我只要能得到称号附赠的金钱 还有权利就够了 哦 当然了 我也会尽力支持你的 别相信台马修 这可是刚刚还是 敌人的家伙说出的话呀 这内容也太乱来了嘛 马修别听他的 这一刻 马修迟疑了 见状科尔曼进一步说 有怀疑还是怎样 逗随 要是拒绝我 我们就一刻不停地追捕你 我要抓你 也就代表是国家在抓 你是很强 但无所谓 你家老爷子会怎么样呢 过这24小时无法安心的生活 连出门上街都做不到 好吧 剩下的就由你来决定吧 是要过不停被追赶的悲惨生活 还是抱着死的觉悟 来个惊天大逆转 望着虚弱的被打得满脸是血的父亲 马修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 好 活合作 什么呀 那可是魔法学校啊 没有事了老爹 我精神力可是比其他人强一倍哦 我觉得我精神力 毛国心也没有好吧 而且我还想跟老爹一起平静地生活下去 你还真是个好孩子啊 如果是在这个世界做不到的话 就只能用拳的摧毁这个世界了 好了 今天这一期的剧情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老铁请点个关注 不要错过更新哦 顺便把老郭刷个点赞 弹幕留言支持一下 我是老郭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